最近,很多地方都相继的复工开学了,但即使是这样,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,现在解封可并不等于解防,国内的疫情虽然已经基本稳定,但境外情况可是不容乐观的,尤其是美国人民,现在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。 现在每天从这些地方,往中国输入的病例也不在少数,我们平时生活中还是要小心为妙。 现在,有很多饭店都在提倡分餐制,就是大家吃饭尽量别在一起,即使在同一个餐桌,也要使用专用的餐具,不要像以前那样,伸起自己的筷子就往盘子里加,很不卫生的。 也许有人认为,分餐制要比合餐制文明一些,高级一些,其实,汉族的祖先,在最初吃饭的时候,实行的就是分餐制。 比如,在原始社会时期,弱肉强食的年代,自己都还吃不饱呢? 人类捕捉到猎物,都赶紧想着自己吃饱,谁会有心思搭理别人? 这种思想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,一直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,汉族和少数民族来了一轮又一轮的民族大融合,逐渐地接受了他们带来的高桌大椅,他们一同带来的还有围炉进餐的饮食习惯。 在此之前,汉族人们吃饭都是席地而坐的,所以去参加宴会又被称为坐席。 随着椅子的普及,汉族人们才慢慢地舍弃了席地而坐的传统。 渐渐地汉族人们就从合餐制向分餐制进行转变,等到唐朝的时候,出现了分餐和合餐并存的局面。 一直到了宋朝,合餐不但已经成为了主流,而且在那个时候,还规定了酒桌的座子,并且还首次出现了职业劝酒市白席人。 这可以想象到宋朝的经济有多发达吧。 到了明清时期,分餐制已经被合餐制彻底取代了。